知名作家怒斥郑爽没资格去联合国演讲,尽早戒烟吧。 近日,郑爽作为特要嘉宾参加了第25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。 作为公众人物的他,呼吁大家和他一起参加到保护地球的战斗中,并且希望打击能够关注环境气候问题。 郑爽这次站在了联合国演讲,让大家也对他刮目相看。 不过这件事却引起了某些人的不满。 中国作家刘信达则是在微博上怒斥了郑爽,声称郑爽没有资格在联合国发言,并且调侃到郑爽只知道吸烟,全球气候能不变坏吗? 我们都知道,郑爽被拍到抽烟不是一两次了,所以这件事成为了刘信达抓住郑爽不防的把柄。 刘信达称词也好好地评判了郑爽妹子,让她先管好自己再教育他人。 不过作为娱乐圈中的明星,难免会承受巨大的压力。 所以郑爽妹子抽烟还是可以理解的。 不过为了健康这项,郑爽还是戒烟吧。 排解压力可以换一种方式,你们觉得呢?